台湾文化歧视身心障碍者改不了,台南公车司机呛台南公车没有再载电动轮椅,还沿路消遣轮椅女孩不会开电动轮椅,11月08,2021,9月有轮椅族被台南公车司机害到摔车还被痛骂哭吧,靠北,我当时写了一篇文批评台湾公车对身心障碍者的歧视,文中提到一位轮椅女孩雪莉,没想到这次轮到她被害,报道说台南公车司机看到她后呛台南公车没有再载电动轮椅,勉强载她后,沿路还被司机消遣不会开电动� 轮椅,完全不尊重身心障碍者的权利。轮椅女孩雪莉将此事写在脸书后,虽然台南市长黄伟者有钱去道歉,轮椅女孩雪莉也表示感谢,但我认为这是台湾文化的问题,台湾文化就是仇视身心障碍者,我已经募集N次了。网红轮椅女孩雪莉在脸书发文指台南市公车司机骂她不会开轮椅,图取自脸书。网红轮椅女孩雪莉在脸书发文指台南市公车司机骂她不会开轮椅,图取自脸书。在上次那篇文中, 我提到我母亲多年来受到的歧视,在我陪她坐公车的多次经验中,被无视而呼啸而过的经验很多,公车司机老是随手往后一笔要我们去坐别台公车,平均我们等公车的时间就要比正常人多好几倍,这就是身心障碍者在台湾的日常。网红轮椅女孩雪莉在脸书发文指台南市公车司机骂她不会开轮椅,图取自脸书,有台中统连公车司机在其脸书留言表示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轮椅女孩雪莉说大多数的司机人真的很好,这刚好跟我的经验相 正反呢,后来有赴康巴士这个制度出来后,我妈与我才没在受公车司机的气,当然,我也必须替少数公车司机说话,当我妈与我遇到那些不会聚载的公车司机时,他们也会非常有耐心,所以我要向少数不聚载我母亲的司机说谢谢,你们比多数司机好太多了。我常年以来对这么多公车司机歧视身心障碍者的行径深痛误觉,但这也只反射出台湾文化相当黑暗的一部分,两年前我在台湾仍是歧视之道,从身心障碍者的境遇谈起一文指出不管台湾搞多少fancid形象,诸如 同婚与通奸除罪话,但对身心障碍者的歧视与权力维护却数十年如一日的践踏,我只能说,台湾在人权上的进步,永远缺了身心障碍者,关于台湾人歧视身心障碍者的批判,我大概写了十多年,简单说就是全面性的歧视,在十一驻行行的权力方面,台湾大众运输歧视身心障碍者外,人行道歧视也身心障碍者,即使我在马路上推轮椅,路边违规停车简直要逼我们上快车道,详细情形我就不再引述, 总而言之,轮椅女孩雪莉今年才21岁,对台湾社会可能还有美好想象,而她目前脸书有十万粉丝,言行也会受到记者注意,算是某种程度的恐怜她都会遇到这种事,虽然不能期待每个司机都要像我当年当兵还被要求记住长官长相而去特别记忆轮椅女孩雪莉,但这也证明有许多公车司机到了2021年的11月,仍然仪视同仁地忽视身心障碍者权力。 三年前范可卿在台北搭公车被摔断肋骨三根环血胸,台南市孟城自立生活协会理事蔡文心上个月曾指出,曾有来自日本的轮椅朋友搭乘该名司机驾驶的公车,因上车后未替她扣好轮椅固定器,导致刹车时,日本身仗者从轮椅摔落到地上,另外还有一次是她在建宝局拦车,该司机称公司规定不能载电动轮椅,拒绝载她,结果这次又发生陈女从轮椅上摔倒在地上,试问身心障碍者哪天才能安心搭公车, 我必须质疑,这次轮椅女孩雪莉的司机,该不会就是上次聚在台南市孟城自立生活协会理事蔡文心的那位吧?我上次说这个台南司机已经让三名身心障碍者轮椅族受到不当对待三次了,为何这样残害坐轮椅身心障碍者的公车司机还能继续职业?现在第四次了,黑数还没算进去,这样的司机还可以继续载课并指罚九千是怎么回事? 陈女坐轮椅在9月30日于台南永康南宫宿舍站搭公车,结果上车到一半就往后倾,翻倒摔落在地,记者证为真翻设,台湾社会对正常人真是太好了,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原谅,身心障碍者呢?是不是正常人在猫哭耗子后,继续不把身心障碍者当人看?范可轻受伤后搭上救护车送到内湖三总,图读者提供,BlackJag 2021年11月8日 台南公车再出包轮椅女孩雪莉婆文司机骂她不会开轮椅,2021年11月8日12点52分联合报,记者修睿营美台南及时报道,继9月有轮椅族搭乘台南市公车因为斜坡设置不当,造成轮椅被抛飞,粉丝有10万多人的网红轮椅女孩雪莉昨天在脸书上反映自己搭乘台南市公车,不仅司机表示台南公车没有再载电动轮椅,沿路还被司机消遣不会开电动轮椅,让她感到难过,文章婆出后,不仅市长黄伟哲亲自道� 台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也考虑对司机开出9000元的罚单,轮椅女孩雪莉在脸书上发文表示,昨天搭公车